这种痛苦真的受不了 我就在想我不能死 如果我死了的话 谁给我醒悔孩子 谁能改救孩子 在我的有生之年 我一定要找回孩子 一定要为他报仇 我们去的时候 这个所长竟也把我们交给了一个护所长和平 这个和平啊 他说你跟他说吧 他说这个和平就是 军门国安留情缘这一代的 是他负责的 把我们交给他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和平是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们就跟他说 跟他说他们就 这个和平的 那个对我们的态度一点都不好 他就说 这个是我们管不了 我们也不想管 这个是我们管不了 你爱找别人 爱找谁就找谁 反正我不管 也不给我们做一个问完毕录 后面我了解到了 这个和平为什么对我们的态度那么深 因为这个和平就是和这个老板是同学 他们的老家和新家都是住在一起的 而且这个和平就是我们担任那个 林林区公安婚局 进尾的女婿 第二把手 这个进尾也就是这个老板娘的坦哥 他们有这层的关系 怪不得他对我的态度那么小窄 从找我孩子来以后 就是吃过眼睛下嘛 不完就 到了这个南京都派去说 也不给我们做红红笔录 到了最后给我孩子做笔录的时候 就是说我孩子同时到位都看不出 谁想要强迫了孩子 这一类的事情都支持我 一定要给这个事情高高水落地去 才能对得起孩子 我不想孩子蒙羞 他受到伤害的时候 好像他受到这样的冤枉 冤枉说他不是被强迫的 是自认去的 所以这一切他们的话 支持了我更加的坚定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不能多难多苦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高高水落地去 他们立案以后 元月五号立案以后 一直对着安全都没有禁止 我们一次又一次就去问了 希望他们快一点把这些人抓起来 或者的话那些人都穿过了或者逃跑了 但是一次又一次逼他们凶啊 骂呀 说我们不应该知道他们工作呀 感谢他们工作呀 说他们有他们的怀案 有他们的那个 还是我们懂什么呀 等等等等的侮辱 受尽了他们的侮辱 后面我们也知道 肯定他们的关系很厚 就是从元月四号 问了话以后 他们说出了这一室内的 实际上我们很难看 很相信的话 我们都知道 靠我们这里是不行了 然后就开始写报告 写报告 向神公安庭 欢迎情况 就提去看书 看书的理由就是陈干 他是幕后主持人 是老板 把我女儿的 骂我女儿的 都是他做的 我说他应该是判死刑的 第一就是 这个是个能接办 应该是有一个是判死刑 或者是失魂的 或者是 特别是有两个人判死五年的 我就是一千个不服的 因为他们所办的罪情 还有一千都有千颗的 无论他们怎么判 他都不可能判十年以上 最终是判不死以上的 后面我就给我这个诉求 反应给检察院 检察院也采拿了 所以看书了 但是看书还是有用的 第二次判决 还是一样的 但是拖了一年多的时间 十到第三次判决